悠扬的月升中 新郎陈穆桂在医院人员協助下 推着坐轮椅的妻子林富美 缓缓进入礼堂 亲友的祝福掌声响起 许多人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 73岁的林富美跟先生陈穆桂 都是从小因病失聪 也失去语言能力 好不容易抚养儿女长大 准备安养天年 林富美却在此时发现 罹患肺腺癌末期 太厉害了 妻子住院 丈夫陈穆桂每天骑脚踏车 11公里来医院陪她 年轻时没办过婚礼 家人建议下 不如就在医院留下永恒的回忆 把这样的一个喜悦 带到她的永生 那么也让我的姐夫 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她的整个家人都跟着 这样好像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影像 来替代过去的一些遗憾 这份很美好的感觉 真的可以让我难以忘怀 两只手紧紧相握 人生虽苦 有爱就是甜蜜 大爱新闻 南投综合报导 周幻报总的